白色轿车速度飞快 碰的一声直接撞了上去 过没有多久警方也赶到 拿手电筒照明确认状况 并且紧急呼叫119支援 用尽力气把人给拉了出来 接着台上担架立刻送往医院急诊 看看这辆车车头整个撞烂 严重毁损变形 坐在前座的两人受困无法动弹 这起自撞桥顿的意外 发生在20号凌晨一点多 宜兰县头城镇新兴路 也就是头城大桥的桥下 开车的52岁灵性驾驶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坐在副驾驶坐的是44岁审姓男子 当下已经意识模糊 头部撕裂伤 两人送医抢救都宣告不治 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闯红灯 那么同仁立即尾随该车 并试机燃品该车 原来并不是单纯的自撞事故 在这之前还上演了街头追逐 警车一路鸣笛 但白色轿车实在开太快 原来他们一开始是在路口 闯红灯左转 被远警发现 他们就加速逃逸 一开始是在郊西的公园 北路跟郊西路六段 他们一路狂飙连闯好几个红灯 根据警方的说法 当时远警开时速80公里上下 研判白车的时速可能接近100 一路逃了4.6公里远 就在警方放弃尾随的时候 在头城过弯失控撞上了桥墩 初不了解两人有多项前科 但当时车上并没有放任何违禁品 为何要逃跑是闯红灯心虚吗 这些警方都还在厘清当中 危险狂飙就算逃过警方追捕 却也因为自撞丧命 TVBS新闻简大神黄凯净宜兰 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